2001年,一位身价高达4亿的土豪,来到了国内一档不错的相亲舞台,男嘉宾上台便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说, 大家好,我是一名养殖专业户,收入非常可观,年收入可达20万左右,而且有车有房,来到这个平台希望找一个漂亮顾驾,有见识的女生,听到男嘉宾的收入,台上的女嘉宾有些蠢蠢欲动,只有6位女嘉宾选择了灭灯, 11号女嘉宾连忙举手问男嘉宾,你确定是搞养殖的吗?看你这身打扮也不像啊,假如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就不愁没肉吃了? 男嘉宾听后笑着说,只要你喜欢,每天都可以随便吃,11号女嘉宾听后兴奋地说,那您觉得我怎么样?男嘉宾听后微笑着说,请问您今年多大了呀,感觉你还挺成熟,说实话不是很符合我未来女朋友的形象, 11号女嘉宾听后脸色都变了,直接说一个养猪的还挑三拣四,说完就把灯灭了,这时18号女嘉宾直接问男嘉宾,请问你现在有多少存款呢? 车子房子都是全款买的吗?男嘉宾听后自豪地说,那肯定是全款,因为我平时的开支比较大,也没有剩多少存款,18号女嘉宾听后说,那你都把钱花到了哪里去了呢?是投资了吗?还有你是什么学历?为什么要求那么高?你觉得女生要什么学历才能配得上你呢? 男嘉宾听后随意地说,现在大学生满大街都是,在城里更是屡见不鲜,所以至少是个本科生吧,18号女嘉宾听后嘲笑着说,人家本科生为什么要跟你,难道就凭你是一个搞养职的?你也配跟本科生在一起吗?男嘉宾听后生气地说,请你把态度放端正一点好吗?任何职业都不分高低贵贱的,再说搞养职的又怎么了?照样有车有房,也不比你们差吧?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,也是为了后代着想。 18号女嘉宾听后愤怒地说,请问你的学历很高吗?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?让你这么自以为是,还担心另一半会影响你子女的智商?你也太自信了吧?说完,18号女嘉宾直接灭了灯,男嘉宾见状丝毫不慌地说,我是搞养职的。怎么了?你平时不是听说?人家清华大学毕业还回家养猪创业呢? 在我眼里不求上进的人才让人讨厌呢?我只是要求另一半是本科学历,这有什么要求高的?我自己都是大学学历,我反而觉得这个要求一点都不过分。 23号女嘉宾听后笑着说,男嘉宾你是大学学历去搞养职,真是太搞笑了。你是在跟我们讲笑话吗?女嘉宾的话让全场都笑了起来。 男嘉宾听后说,大学生怎么就不能搞养职了吗?难道在你们眼里,我说我是搞养职的,就必须是个初中生吗? 再说我学历高,搞养职不可以了吗?依我看是你们的眼界太高了。主持人健壮赶紧插话说,女嘉宾,你说话有些不理智了,职业是不分高低贵贱,搞清楚你来这里是相亲的。 女嘉宾听后只好闭了嘴,另一位女嘉宾微笑着对男嘉宾说,看来你还是挺优秀的,又有学历又有才华,希望你考虑一下我。 男嘉宾听后说,抱歉,你长得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,没有达到我的理想女生的标准。 男嘉宾的发言,让这位女嘉宾气得直接灭了灯,其他女嘉宾见状也是纷纷灭了十来盏灯。 此时23号女嘉宾对男嘉宾说,你为什么会来这个相亲节目呢?以你现在的条件,家里面应该会有很多人给你介绍相亲。 男嘉宾听后解释说,我在家也非常喜欢看这个相亲节目,这主要是想让大家见证我和心爱的女生牵手成功的整个过程。 主持人听后调侃说,你刚才的发言已经得罪了很多的女生,再这样下去,恐怕谁都不愿意跟你牵手。 你还是冷静一下,搞清楚自己来这个舞台的目的。 23号女嘉宾一脸嫌弃地说,男嘉宾,你没有换职业的打算吗? 如果和你在一起,我向亲戚朋友介绍你是个养殖户,那多没面子。 更何况我也不可能跟你回乡下去搞养殖。 男嘉宾听后却说道,我为什么要换别的职业? 我现在有房有车有养殖场,什么都有,还有一个好处,我永远都不会失业,因为大家不可能不吃肉。 我没有觉得干我这一行不好。 23号女嘉宾听后说,如果我们在一起,必须和你回乡下搞养殖吗?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呀? 男嘉宾想了想回答说,我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。 有了女朋友,我会要求先同居,我们有了孩子之后,我才会考虑结婚,要不然我是不会结婚的。 毕竟没有孩子,等我们之间的感情稳定后才考虑。 23号女嘉宾听完这番话,连忙把灯灭了。 灭灯的女嘉宾愤怒地表示,男嘉宾,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没有孩子,你不对女方负责呗。 那我问你,如果有了孩子,我们结婚了,你会再给我买一套五百平方的房子吗? 毕竟你这么没有责任感,我还是需要点物质条件做保障才是。 男嘉宾听后一脸不解地说,你需要什么保证? 只要你有孩子,孩子就是你最大的保障,完全不用担心。 我给你买套房子,我还担心你把我的房子弄走了。 23号女嘉宾被男嘉宾说得无言以对,此时台上只是下最后两盏灯。 主持人让男嘉宾问了最后一个问题,男嘉宾开口说,我希望我和你们在一起后就不要出去工作了,靠我自己也会撑起这个家。 只要你们安心在家做一个全职太太,关心老人和小孩就可以了。 另一位女嘉宾开口说,我可以接受男嘉宾的条件,女生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,孝敬老人,做男人的坚强后盾,失业什么的,还是交给男生去打拼就可以。 而另一位女嘉宾却是满脸不愿意地说,你的意思是说,我结婚以后只能待在家里,我完全没有自由了,难道这一生就要被一个家庭所束缚? 这个我恐怕做不到,你可以找个保姆照顾老人和小孩,而我父母从小把我心疼带到大,并不是让我去别人家做保姆的。 男嘉宾听后也是无奈地说,你做不到可以选择灭灯啊。 最后男嘉宾成功牵手最后的女嘉宾,走到舞台中央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,我是一名养殖专业户,没错,不过还有自己的饲料加工厂和其他资产,涉及的也比较广泛,资产以上四亿,之所以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,就是想找一个勤奋上进的女生, 而不是好高骛远的拜金女,说完便牵着女嘉宾的手转身离开了舞台,台上的女嘉宾听后露出惊讶的表情,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,感谢支持。